Hello 現在是晚上十點多鐘 然後我已經四眼千塊掉到這裡來了 因為我今天答應大家一定會更新我的微博 所以呢我把自己囤了很久 各種各樣的禮包全部都找得出來 要給大家做一個真正的開箱視頻 就是一個真正的開箱視頻 就是我這半個月收到的一些禮物 還有自己買的一個包 其實我買了以後一直都沒有背過 但是其實這個包還是很特別的一款 愛馬仕的包 先從這款愛馬仕的包開始吧 其實這個包呢我買了以後就已經拆過了 但是為了符合開箱的主題 我又把他給塞回箱子裡 這款呢是KV Pecnet 之前我在國外的網站上看他炒到很誇張的價格 但是我不太相信有人會在國外的那一種網購的網站上會請去買的價格 炒到六十多萬 我覺得這個價格太誇張了 然後我到手的價格差不多是在30 它的尺寸是在35厘米 KV其實是有25、28、32、35 然後呢它上面這個皮是蠻安皮 它上面這個就是皮疼 很適合去海邊的時候 還有野餐的時候用 然後這款包其實 嗯 愛馬仕基本上不會出 就是不可能在裝會上買到 所以這款包其實是一款vintage 它有一些用過的痕跡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你覺得好看嗎 我覺得它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收集這種 嗯 比較特別的包 在外面不太會買到假貨 就不太可能綁出來 就這款35 但是它其實有點大 就是現在也比較流行 背25的Burking嘛 35的就是有些大 這款包呢 裝東西的話呢 因為它是這種製成的嘛 它裡面也是這種蠻安皮 叫Barrenia 裝東西的話還OK 接下來呢 這是我買的一些彩妝 還有最近收到的一些 呃 超火的這款 這款 這款是Huda Beauty的 這個眼影盤 我在11月份的時候下的單 差不多是兩個禮拜的時候 就已經拿到了這一款 我看已經有很多的博主 其實發過它的測品 當然了 作為了一個 不是美妝博主的 一個閒算 業餘 一個 對吧 業餘 業餘 博主號 呵呵 我就不做這個測評了 因為我就是覺得好看 但是我化妝真的畫的不是很好 我就現成了 這個是Dior高定的主管 負責高定客人主管送我的聖誕節的禮物 這個是用來做熱紅酒的 是一個巧克力口味的 infused with cocoa 剩下這一盒 就是聖誕節的盒卡 因為我訂了一套高定的禮服 雖然我都不知道 這套禮服 我能穿幾次 送了一套這個 可以試一下這個 高光 來拆這個 啊 鏡子碎了 好吧 這樣看吧 這也是煙一盒 這個 這個是 過年收到的禮物 對 炎蛋收到的禮物 非常好看的護卡 好看嗎 這兩個是 這個是香牌 就是把香水噴在這種吊牌上 然後可以掛在車上 這個是一個漂亮的賴 然後呢 因為我下週要去參加巴黎的高頂州 這次會去看Valentine 還有Dior的高頂 還有Russell 還有一些品牌 就是Valentine和Dior給我安排的高頂州的一些行程 因為他們所有的高頂為什麼這麼貴 有一件衣服 可能看起來起貓不一樣 五六十萬七八十萬 就貴就貴在它整個行程 首先 在你往返去巴黎所有的機票 商務艙幫你包了之後 會幫你做整個whole package 把你整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美美的照片出來 攝影師 化妝師 造型師 包括所有的餐點 你在巴黎的一日三餐 包括你在巴黎的死機 全都會幫你安排好 包括你在巴黎的住宿 我們這一次住的去Ruffles Dior最喜歡的酒店 每次去Dior的客人都去Ruffles 所以Valentine就沒有被我們安排酒店 因為我們在Dior續住了一個晚上 所以Valentine就直接安排了彩妝師 給我們在Valentine的社場裡面 在我們的酒店裡面 然後呢 哇 這是負責Dior高頂的Elsa送我的喝卡 這個 為了讓我們在旅行中 能夠好好休息 送我們的這個噴霧 一個是雅漾的一個小 小的這個 水布 還有這個是 能夠讓你快速進入深度睡眠的 一個是Panel Spray 還有一個是Deep Sweet Breathing 不知道這個怎麼樣 到時候我在飛機上用了之後 覺得OK的話我可以 特地單獨列出來 把這個品牌推給大家 所以從這些小的細節 可以看出來這些奢侈品 你多麼會捐女生的心 多麼知道這些消費者 就特別會抓女生的小心 就會讓你 就會覺得 哇好值喔 就我花了幾十萬去買一條裙子 但是就會讓你覺得 我這些錢花了很值啊 OK 那最後呢 我要從今天這個視頻的留言裡面 抽兩位幸運的小可愛 送一個香薰的蠟燭 還有一個這個 吊牌 這兩款呢都是 今年剛出來最新系列的包裝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抓得住的系列的 OK 好啦 哇 來吧 好 好 好 有 好